一個披薩平分四塊 哥哥吃了一塊 是吃了幾個披薩 在這裡 一個披薩平分成四塊 所以一個披薩 它就是四塊的另外一個名稱 四塊 擠滿四塊 才叫做一個披薩 只要拿到一個披薩 它就是四塊披薩 一塊披薩 它用葛來表示 我們要怎麼說呢 一塊披薩怎麼來的 它是四塊披薩 平分成四份其中的一份而來的 所以我們把一個披薩 平分成四份其中的一份 它是幾個披薩呢 將一個披薩平分成四份其中的一份 它就是四分之一個披薩 答四分之一個披薩 現在我們把哥哥吃的這一塊披薩拿掉 變成這個樣子 繼續問下一題 弟弟又吃了一塊披薩 請問弟弟是吃了幾個披薩 現在我用藍色的部分 來代表弟弟吃的這一塊披薩 弟弟吃了幾個披薩 是三分之一個披薩還是四分之一個披薩呢 給你三秒鐘時間想一想 如果你認為這是三分之一個披薩的話 那麼代表你可能認為的是 它是平分成三份其中的一份 的確 這裡的確是平分成三份的其中的一份 但是其實我們在講分數的時候 還要考慮的是到底是什麼被分 當我們在講三分之一個披薩的時候 它被分的就是一個披薩 你分的是不是一個完整的披薩呢 你分的其實是這個形狀的披薩 我把畫出來也是這個樣子 其實你是將這樣子的披薩 平分成三等份 其中的一份 才叫三分之一 而這樣子的分法是什麼被分 它不是一個完整的披薩被分 它其實被分的是一個這樣子形狀的圖形 如果今天你到披薩店說 老闆我要一個大披薩 結果老闆給你這樣子一個披薩 你一定覺得這根本就不是一個披薩嘛 這根本就不完整 所以當你說三分之一的時候 其實你分的不是一個披薩 而是一個這樣子的圖形 這裡我們說的一個披薩 通常指的並不是這個形狀 而是這樣子的形狀 所以當我們在看藍色部分是幾個披薩的時候 我們要把這個圓補起來 補回原本被分的一個披薩的形狀 補起來之後 這藍色的部分 其實就是全部的四份中的一份 所以它應該是四分之一個披薩 而哥哥吃的這一個部分呢 它也是四分之一個披薩 哥哥和弟弟吃的披薩 其實是一樣大的 所以兩人吃的都是四分之一個披薩 而他們吃的披薩大小 不會因為別人把這一塊吃掉了 它就變成三分之一個披薩了 也不會因為這一塊可能媽媽要吃這個披薩 就覺得吃不下 所以呢 再把這片披薩呢 切成兩半 這個時候 弟弟吃的披薩 就不會是四分之一個披薩了嗎 它還是一樣啊 因為弟弟吃的是一樣多 它還是一樣維持是四分之一個披薩 不會因為哥哥吃掉了 也不會因為媽媽多分了一點給別人 他吃的披薩就變得不是四分之一個披薩了 所以我們在看弟弟吃幾個披薩的時候 其實我們考慮的是什麼被分 是一個完整的披薩被分 平分成幾份 它是平分成四份中的一份來的 所以 我不管其他幾份是怎麼後來被分了 弟弟吃的就是四分之一個披薩 就算這個披薩其他份並沒有分完 在這樣子的一個披薩裡面 弟弟吃的永遠都是四分之一個披薩 同樣的想法我們也可以解決類似的問題 一包糖果有七顆 哥哥拿走了一顆是七分之一包糖果 妹妹拿走了一顆是幾包糖果 在這裡一包糖果就是有七顆 擠滿七顆才叫做一包糖果 哥哥吃的是這一顆 他是吃的是七分之一包糖果 妹妹吃掉了一顆糖果 而這一顆糖果呢 也是從七顆糖果裡面 平分成七份 其中的一份來的 所以 泰斯將一包糖果 平分成七份 其中的一份 這也是七分之一包糖果 今天 就算妹妹吃糖果之前的時候 哥哥把他那一份糖果 拿走了 看起來 在袋子裡面剩下六顆糖果 但是 只要我們講到一包糖果 他應該就是有七顆 所以妹妹吃的這一顆糖果 我們還是叫七分之一包糖果